男人得知妻子怀孕后兴奋地朝他跑去 可下一秒一辆急迟而来的车就将他撞倒在地 所有对未来的美好幻想随着生命的消逝化为虚拟 紧接着一道白眼闪过 男人出现在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通过询问得知 这里就是所谓的天堂 杰克根本顾不得震惊 看着他那焦急严肃的神色 天堂的工作人员领着杰克到了队伍的最前面 这是投胎转世的必经流程 在胳膊处打上孟婆汤消除前世记忆 听到这些 碍于对妻子的想念和对没有看到孩子出生的遗憾 杰克快步朝着出口跑去 男人很快反应过来 拿上孟婆珍就追了上去 但此时已经于事无补 杰克的身影消失在了迷雾中 转眼20年过去 当初通过投胎转世的杰克 如今已经是耶鲁大学的一名在校毕业生 而那时怀孕的妻子也已步入中年 这么多年来他无时无刻不挂念着王府 甚至因此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 仿佛是上天有意安排 一件意外事情的发生 让还没有觉醒记忆的杰克与前世妻子相见 这天他在书店工作时碰到一个女孩 杰克不知怎么了 总感觉他的长相自己有些熟悉 但又实在想不起来在哪见过 他不知道的是 眼前这个年龄与他相仿的女孩 正是他20年前坚持要返回这个世界的遗憾 看到他因为没带现金被收银员刁难 老人听后赶去 杰克接替了收银员的工作 将书籍免费借给了女孩 相识一笑后彼此还交换了姓名 次日 杰克去一家广告公司应聘 因为没有工作经历 他被面试官刷掉 正在郁闷时 一个男人上来与他搭话 他是这个公司的高层 车上两人聊个不停 尽管相差二十多岁 对方都给彼此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杰克不知道的是 眼前这个男人就是他前世最要好的朋友 在经过一处十字路口时 男人关心地问道 下车看到对面的建筑 杰克愣了一下 仿佛内心有些东西被触动 来到室内 没想到那天在图书馆遇见的女孩就住在这里 两人感叹了这次相遇的巧合 就在他们做着晚饭时 女孩的母亲下班回来了 这是我的朋友 Alex Finch 嗨 Alex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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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